志工穿着防水的裤装 涉水走进漫派乡 每年5月到10月 泰国雨季 这里就会向水乡泽国 他们生活出入就还可以 那假如是说 完全没有这个 就是在深入里面 他没有桥来架设的话 就要完全靠 那个水的话 可能就要给船只 大城府晚八音县漫派乡 位于梅南河的低洼地区 加上北方蔡纳府 有座招批野水库 每逢雨季 水位上涨要泄洪 当地居民都得遭受淹水之苦 里面的受灾居民出入不方便 所以他们有要求 要我们能够给他们三十艘的船 还有我们自己本身 2011年有留下来三艘船 一起监证给他们 漫拍箱目前有480多户居民 其中有280户受淹水影响 慈继之工这一天赠送塑胶船 给当地乡亲 希望可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不便 我们给我们与于梅南河的水库 是三个房子 四个房子 但是在水库下 我们将会给我们留下来 到奥陀罗 为年轻易的 有了塑胶船后 居民出入不必再涉水 降低了罹患皮肤疾病的几率 也能恢复生计 大爱新闻黄娟 坤大泰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